夜空中傳出爆炸聲響 炸出驚人火光 俄羅斯在開學日 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空襲 出動35枚導彈 23架無人機 空襲警報大響 基輔基礎設施 以及一所大學被炸毀 清真寺玉席玻璃碎光 攻勢影響至少6個州 烏克蘭哈爾科夫州 也燒起洶洶烈火 一家購物商場遭到襲擊 火勢一度衝破5樓高 造成至少47人受傷 畫面觸目驚心 還有一處變電廠爆炸火勢驚人 烏克蘭不甘示弱 轟炸俄羅斯發電站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科茲勒參與會談 他打趣提到 他們家的小朋友中文講得很溜 中文已經成為俄羅斯人的熱門外語之一 因應兩國經濟和政治上的互動 吹起中文熱 雖然學中文很好 但普丁也提起同學英文很重要 而普丁持續做外交出訪 只不過這是第一次來到國際刑事法院的會員國 蒙古國 早就被下逮捕令的普丁顯然不怕被抓 儘管國際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呼籲要把普丁抓起來 但蒙古國卻以紅地毯高規格迎接 展開普丁為期兩天的訪問 預計普丁隔天要會見蒙古國總統呼日勒速赫 克里姆林宮也表示不擔心這次的行程 記者王宇宇報道 封 inflam 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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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